因为昨天公布了业绩 我觉得有两大主题 就是回缝和回购 第三季的税前盈利升了7.5 到42亿美元 盈利的增长是因为有一个回缝 公司宣布了会有一个回购的计划 特别想和大家提醒 昨天的业绩新闻稿 就是说到前景 其实他说到收入前景更趋乐观 因为有借贷增长和政策利率调升的时间 他们会觉得早于预测的推动下 正利息收益有望在未来几季就开始上升 看完数据 昨天中午出的 而且他形容的前景也形容得很好 现在的组断在升1% 你觉得现在的吸纳是否可以 我想回控这些位置买 可以不可以 又是升上来 其实你讲回控这段时间 他40元升到上46元的时候 整个升浪 是很快的 13天就升了那么多 其实我会看 譬如我们说 现在确认了恒指 2,3,6,8,1 这些位置建议带位 是 你这些位置想起 第一方面想起 在这段升浪上它升了多少 是 这段时间就恒指 就是回控是一些跑赢恒指的相关股份 回控跑赢恒指其实是很少见的 是 原因就是你跑得赢恒指 一定是有些基本因素概念 去支持住 现在就是 市场最喜欢找些什么 最坏时刻意过 我想论坏 回控应该没有争议 是 回控坏的状况 所以这段时间是跑赢 但正如刚才说 你未来升上去 你只要再继续跑赢 再继续长升长有的话 只依赖最坏时刻意过 是困难的 未来要做些什么 公司在各方面 你要好像银行业 好像美股那些 你整个经济状况要好转 有一个很强的经济增长步发 才有机会做到 但是你会控制我们这样 我想业务上面集中看香港 你香港那个零售市场 什么时候复苏 什么时候能够通关 这些全部都是未知知数 所以我觉得你这一刻 如果你求稳定的 你不想在市场上 搞到好像Tesla那样 大上大落的 其实只是大上的 也没有大落 你不是很高风险 就是很高回报的 匯奉没问题 你这位置去买 你最多45元做纸售 输得多少 不像Tesla那样 我一定的纸售 最后起码一成以上 但是问题就是上网空间 短视会不会看到50元 会不会还跑赢大市 不容易的 正如刚才说 因为基本因素 不是真的那么支持 所以你如果从 你打算做短线回报 它又升上了 我们说短线 如果你再做回报 就是追求基本因素好 有比较强概念 现在当炒相关的股份 汇空 我想你现在纯粹看业绩上面 没错是做回购股份 但其实如果你看 昨天出业绩前 全世界都说 预计它会回购 预计它会回购 回购股份 所以只不过是 符合一个乐观的预期 利用一个悲观的看法 当然是比预期的好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有货就拿着 这些市况 是欠银行股没有死的 但是如果纯粹想着这些 你经常说我想赚钱 买什么 看看你的回报要多少 你只是想着责量 就是你打算对抗通胀 你纯粹觉得 那些钱放在银行上面 有些浪费 怕输通胀 你现在又说到 物价高级等等 买银行股 very good 因为说到通胀力 多得多少 最多最尽就是一成了 你汇丰 你不要计算收息 去到 望到51-52元 你就计算完结了 是 那绝对可以了 但你说如果 你想跑赢的市场很多 指数 可能现在又夹数 上去29000的时间 那汇丰可能跌到51-52元 是 但都是跟大市同步的 你要跑赢的市场很多 靠你的股份就会懒得了 是 所以我们问心一句 就是常常都在说 看看投资者想要些什么 如果你说纯粹是想要 争取回报的话 汇丰稳固的角度OK 但是短线的爆发力 应该不会太过厉害 我想50元的阻力位置会比较大 但是这些位置 你去买银行股 我不阻止的 是 例如来的加息的憧憬 你觉得 这期都炒完了 汇丰可不可以这样解读你的看法 又不可以这么说 现在市场又推慢了价值预期 是 这些东西无端端又可能会很转饭 是 但是下个星期的FOMC 停应该不会这样变得那么快 是 所以短线来说 你这些位置 如果去买汇丰或者有货的 抱着一个比较有耐性的心态 是 其实就算这些时候升上汇丰 都不算升得很急 是 因为你是排人大使 但是比他升得多的股份一定多很多 银行股真的永远是靠稳的 我想银行股会不会出现 好像美股的JP Morgan 是 高盛的状况应该不会的 是 但是你继续持住 不要坏的这些私房 起码它不会是跑输大使 所以如果你要买金融股 银行股一定是收市 比保险股会觉得好很多 是 但是你说 纯粹如果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求赚钱 那我想就炒其他东西会比较好 因为涉及到直博率问题 是 升可能升汇控 升到两三分上去 但是同样地可能有机会回到45元的地位 很一般的就像买大小似的 是 所以看自己想要些什么 我想你说特别现在升上来的时候 汇控这些位置就 想来中场 但是如果有些人会说 再说老套一点 收市 你不会想拿汇控 想着拿来收市 是 因为问题是汇控给了加盾市 派息比率有多少 可能是两元左右 就是两元也不知道有什么 其实可能分分钟派一几毛钱 所以股息率 我想说是两利左右 是 那你如果真的拿来收市的话 那你便买恒生银行 买中银香港 或者甚至买一些内银股 你想做财息兼收的 最容易的 招商银行 是 因为它息又不多 我估计又升得了 是 所以看你想要些什么 是 如果你想在银行板块努力 争取回报的话 招商那些可能甚至会被汇控好 是 但是当然银行股就是这样选择 但是如果你纯粹稳稳稳 你不是追求一个很强的汇报 我想买完不用经常看市场 是 纯粹是长远来说跑赢 那你便买回中银香港 我想首选是恒生 是 恒生始终从以往的历史表现上比 又真的交足功课 是 所以你在看你想要什么 甚至在债息上升的过程上 恒生受惠程度不少过汇丰 所以我觉得就看大家想要些什么 就是如果纯粹求稳定的话 市场上恒生行行的可能选择更加好 但是如果短线来说 汇丰是强的 有回购股份这些因素上 但是我相信去到48-49元 这些阻力的位置就大了 50元这些心理关口应该不容易突破 是 不过都是那句 他业绩都做得好的 但是都真的升了上来